一家位于林口区文化二路的法式首座料理餐厅 保留了法式料理特色,并且融入东方元素 料理一上桌就像是展开了一场艺术饗宴 不但在摆盘上,让消费者有丰富的视觉享受 就连食材的选择,餐厅业者都是选择最天然 并且是当令当即的蔬果 就是要让消费者能够吃得健康又安心 白色方形盘子上以生菜为底 摆放了烟熏鸭胸,开胃又可口 而主菜两大块牛排毫不吝啬 一旁摆盘的蔬菜,有红黄甜椒加上了绿色花椰菜 光是看就觉得十分享受 一家位于林口文化二路上的法式首座料理餐厅 业者以台湾人口味稍加变化 并且选用最天然的食材 就是要让消费者在品尝过程 也能够拥有不一样的感官享受 最天然的水果,蔬果,还有香草,辛香料 全部都是新鲜的,天然的 没有加什么化学的醬汁的成分来调制 来迎合我们台湾自己本身 不管在健康,还有它的美 还有它吃出它的艺术 色香味俱全 对,因为那个视觉很棒啊 然后又吃下去的那个口感 对,非常的享受 一般的牛排厚度不是很厚 拿整块的,但是这个是调装的 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棒 对啊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套餐 就男生来讲,像在那个分量上面 你觉得 哇,这个光一个男生 要把所有的前餐啊 这个餐真的吃不完 物超所值 餐厅业者李毅然表示 正同的法国料理着重于酱汁的呈现 但是担心国人在口味上不难接受 因此特别研发经过改良 让菜色同样能够拥有法式特色 而最特别的是整套料理还融入了东方元素 喜欢收藏杯盘摆设的他 在上餐前精心选用酱心独具的茶杯 并搭配珍藏的成年普洱 琥珀色的普洱茶喝起来温顺清香 别有一番风味 一般的普洱茶它是呈现是黑色的 的那个茶水 但是我的普洱茶它是琥珀色的 是威士忌颜色 为什么会有这个颜色 是因为它的时间够长 而且它是新鲜的茶去压的饼 不是说像一般做的比较粗糙的 所以它对身体其实是很好的 另外李毅然指出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健康 餐厅选用的食材都是当令当计 而他也贴心地表示 如果顾客怕吃到重复的菜色 只要提前告知就能够调整菜单 你今天可能来吃过 明天后天还是说下个礼拜 可能你有朋友要来吃一起来的话 我会在这个菜色方面 你如果有告诉我说 我前几天来过了 那我会在这个菜色的部分 来做一个调试 对于料理很有兴趣的李毅然 其实之前在大溪也有经营餐厅 但后来熟客越来越多 考量空间座位不足 因此才又许觅了现在林口这个地点 而他目前也是国际师子会分区主席 期盼在经营餐厅之余 也能够捐出部分鱼鱼作为公益之用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